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唤提黑黑一笑 浑然不在意 通明同样是笑着说 刚才天恒就走了 估计只知道无法奈何这小子 那是因为这小子说话的时候 天恒已经走了 否则天恒肯定不会走的 与天恒圣人的骄傲 自己走可以 如果雷虹几掌他滚他就滚 哪里还有脸面存在 等会我来会会这小子 如果我不够 你再上 通明同样没有在意雷虹几 不过他也没把话说死 莫无忌的恐怖他可见识过 莫无忌在准圣初起 对付方诗玉和金之道军联手便能将那二人斩杀 这让通明提醒自己 不能小看了任何一个准圣 即便对方 只是准圣一层 眼前这雷虹几刚刚跨入准圣 但他的雷杰威势确实太过恐怖 通明顾摸着 自己当年跨入准圣时 雷杰的威势也没雷虹几这么恐怖 比起莫兄来 此人差得远了 莫纪毫不客气的说 莫无忌实力强悍不爽 为人也绝不以强欺弱 这雷虹几一看就是那种仗势欺人之辈 雷虎连绵不绝地落下了 通明散人能清晰地感受到雷虹几的实力正在不断攀升 当最后一道雷虎落下之后 雷虹几的修为上升到了极致 就连在一旁观看的幻体和通明亦是暗自惊害 雷虹几的实力只差一步便能跨入准圣二层 他们见过的杜劫不知道多少 可这样杜劫一成立刻接近二层实力的 他们还真没见过 杜劫完成 雷虹几收拾了一番后 直接落在了通明三人面前 他语气冰寒地说 这颗星球从现在开始是我的私人修炼之处 既然三位不滚 那就留下来当肥料吧 雷虹几说完 一道雷锤直接寄了出来 不过他快 通明更快 一道冰寒剑气在雷虹几的雷锤落下之前寄出来 周围的空间瞬息被冰寒凝固 雷锤落在了冰寒凝固的规则空间之中 寒气雷光同时炸裂 空间发出了阵阵阵缠 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纹出现在虚空之中 雷虹几面色一变 他没想到居然遇着一个丝毫不比他差的强者 尽管刚才只是两人的领域和神通半碰撞 但是雷虹几已经清楚 想碾压面前之人 他还差了那么一些 除非他能学会大雷光束神通 一旁的换题糟看他不爽了 刀冠一落 化作一道红色天剑刀红 直披雷虹几 本就有些裂纹的空间 在这刀红之下裂痕变得更大 雷虹几再也不敢逗留 身形一闪化作一道电光 消失无踪 就这两下子也敢嚣张 莫凶比你不知强到了哪里了 也没你这么嚣张 见雷虹几顿走 换题很是不爽的说 他和通明都没有追 单看那电光顿走的速度 他们便知道追也追不上 通明摇里摇头 此人是顶级雷系修士 他刚刚跨入准圣之列 尽管修为即将到准圣二层 但是他对雷系规则神通的掌控 并没有同时进阶 但是只要再过一段时间 等此人彻底将他的雷系神通 发挥到准圣层次 应该不会比莫凶差多少啊 换题这次没开口 他的眼光岂能看不出这些来 只是他心里很不舒服就是了 当年他也是圣人 在宇宙间是最巅峰的存在 现在突然看见一个比他当年还要惊艳的家伙 心中自然有种英雄驰目的感觉 我们在这里收集一个月的资源 然后回去寻莫凶吧 通明打破了沉默 提议离开这颗星球 这就是你藏宝的地方 葬神谷之内 莫无忌有些不敢相信的 看着眼前一片发臭的沼泽地 这片沼泽地因为规则原因 无数年前死去的尸骨 全都沉浸其中 并没有彻底化为虚无 它不断散发出难闻的臭味 昆韵尴尬地笑了笑 对啊 就在这 进入这片沼泽之后 神面神圆 进阶无法施展 你修炼的凡人道 倒是也许可以打开这个地方 那你当初怎么把东西藏进去的 莫无忌面色有些发黑 让他进入这尸骨池寻找东西 他还真的不太愿意 当初并不是这样 只是在我藏好之后 两节发生 然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昆韵连忙说 莫无忌的尸海神念 的确无法渗透着沼泽池 但楚神落的神念却可以渗透 他隐约看到了一道虚空阵门 他叹了一口气 看样子 昆韵说的确实是真的 这里的确藏了些什么东西 莫无忌处身落神念 化为两道神源规则 轰向了沼泽 沼泽中间自动分开 一条漆黑的裂骨 出现在了沼泽之间 在裂骨的深处 一道隐约的阵门 渐渐浮现在眼前 见莫无忌果真可以打开沼泽 昆韵激动的不断搓手 就算是他最想要的东西 被莫无忌拿了 这里头可还有他无数年的积蓄 莫无忌跨入被他撕开的沼泽 一拳轰向了阵门 这道阵门只是隐匿的很深 本身防御规则并不强悍 莫无忌这拳 直接将这阵门轰成了渣子 昆韵哪里还敢有半点耽搁 抓住滔铁锅 带着他就冲入了阵门之中 他借来滔铁锅 为的可就是这一刻 莫无忌立刻看见了一大堆的 玉剑丹药 神灵脉 神经 还有顶级的道国 材料和灵草倒不是很多 各种各样的神丹 有些东西连莫无忌都认不出来 无数封印珠的玉盒散发出了各色光彩 其中的道运规则更是交错纵横 昆韵搓着手说 莫兄 你尽管挑选样子 其余的东西我分你一半 言外之意就是 你拿走一样东西后 别的东西的分配权就还给我好了 莫无忌岂能不明白昆韵的意思 如果没有明媛在那里发财 他还会要分走这里一半的东西 从明媛那里获得了大量的修炼资源 对昆韵这里的东西他自然是并不在意了 他的神眼很快就扫了一圈 让莫无忌失望的是 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好东西 连肚竹层次的东西都比不上 最好的一件是攻击法宝 可那也只是对昆韵有用 莫无忌还真没放在眼里 不 昆韵如此大费周章的进来 必然会有非同寻常的东西 莫无忌睁开灵眼来 他很快就看见了一道鸿芒闪了一下 随即他就震惊了 他居然看见了一道天然封印 他研究震道和封印 也研究福道 自然知道天然封印 这种东西极其稀罕 几乎连看都看不到 天然封印和天然法阵是两回事 天然法阵经常可以看见 可天然封印却是少之又少 而且这道天然封印还带着一种开天道运 只是这种道运环绕在封印周围 神念根本就触摸不到 除了这道鸿芒 似乎还有一枚被隐匿起来的墓盒 不过莫无忌此刻的注意力 全部被天然封印给吸引 他毫不犹豫伸手一抓 下一刻 这道神念都扫不到的天然封印 就落在了莫无忌的手中 一种炙热浩瀚的本源规则气息 被莫无忌所感应 这绝对是好东西 莫无忌心中一喜 根本看也没看 就把这东西直接收进了凡人界里 昆韵拍了拍脑袋 他叹了口气说 还是被你找到了 只能说这东西跟我无缘呢 也无所谓了 反正那火本源珠我也没得到 当初你说 要和我一道去那个有疾病天竺的星球 是不是为了得到火本源珠 莫无忌想起了当初 昆韵对火本源珠的执着 连暗幕的碎片都给放弃了 昆韵点点头 没错 你拿走的是一道鸿蒙初分的活母规则 这可是能让人正到圣人的规则 也可以让任何火焰紧急到最顶级的圣眼 当年我为了这道规则出生若死 连小命都差点送了 听到自己得到的居然是一道活母规则 莫无忌心情大好 他拍了拍昆韵的肩膀说 老夫呢 赶紧把其他东西收起来吧 我不要了 都是你的 莫无忌终于明白 为何昆韵要火本源珠了 一旦得到了火本源珠 那么结合活母规则之后 将凝聚成一个最顶级的活属性世界 听到莫无忌不要自己其他的东西 昆韵眼中的喜色一伤而逝 接着便毫不犹豫扬起了双手 这里的东西全被他卷入了自己的世界之中 也包括那枚木盒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